每到夏天这血库就会闹血荒 桃园市大溪妇女成长协会与消防局举办捐血活动 邀请民众踊跃捐血维持血库的安全存量 夏天是旅游旺季户外活动大增 在捐血人数变少意外事件增加的情况下 血库出现血荒问题 大溪妇女成长协会与消防局办理捐血活动 鼓励民众踊跃捐血补充血库的存量 就很久以前就开始有捐 就一个学生时代就开始有捐 然后就有想到就捐 以前是都会比较麻烦要跑到捐血站 有这种捐血车是比较 不用跑到中立什么比较方便一点 每到夏季因为天气炎热 民众捐血的意愿降低 因此造成血库缺血 大溪妇女成长协会特别在缺血的时节举办捐血活动 疏解缺血的压力 这段时间对于我们的血库的部分 它的那个存血量相对的会比较不足 所以特别我们大溪妇女成长协会 应我们绝血中心这边的这样子的一个邀请 特别在这边举办了一场捐血活动 捐起衣袖捐出热血 尽管天气炎热 等有民众玩起衣袖 踊跃捐血 初节血库缺血的问题 捐血中心预估 暑假结束后 年轻捐血族群回流 血荒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